歡迎來到運動Studio 不呼嚨單元 每個禮拜二還有禮拜五 我們會分析美國職棒 或者是中華職棒 跟著我們一起預測 獲勝的隊伍 那麼你就有機會 把豐富好禮帶回家 目前活動已經熱烈的進行當中 趕快拿起你的手機 掃瞄畫面左下角的QR Code 會有更多詳細的活動說明 沒錯 那我們今天依舊 歡迎我們的 不呼嚨首席預測分析師 陳盛老師 小小姐好 早安 厲害了 厲害了 施政哥今天戴傷上陣 打斷手骨顛倒有 沒有 這 我還沒有 還是只是活裝飾品嗎 我還沒有哪一次是全部掛 如果全部掛那一次 就一定是被大家追殺的 好不好 至少都有一半命中 你Inque全部掛 好像就在講我 你全部掛是不是 我不曉得這麼 這我不知道耶 憲哥有嗎 你那麼想跟小魚拍照是不是 我有一週全部掛 真的 想起來了 自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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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還沒罰 我們不用罰 現在的處罰好耶 現在處罰可以跟小魚拍照 是跟我拍照 今天很適合啊 出發 是跟我拍照 這樣子對 之瑜有點是侮辱 對 應該要說 你自己都這麼講的講題 你不能說懲罰 這樣子過分 對啦 沒錯 好 那我們今天依舊沒有啦啦隊 所以呢 我來代班 跟大家講一下 我們的活動內容 那我們感謝贊助商運彩協進會 提供這麼多的豪禮 讓大家可以一起支持 體育產業 那每週三呢 我們會公布第一重活動的得獎名單 大家趕快去看看 幸運得主是不是你喔 那每週三 跟著我們一起預 每週二五 跟著我們一起預測 就會機會抽中 啦啦隊的球衣 接著是第二重的最新排名 活動呢 不只有機會可以抽中 特斯拉 在我這邊的特斯拉 然後還可以 如果呢 你是排行榜 第一名 就是不用抽 你就可以達到價值五十萬元的黃金 不得了 不得了 現在排名第一的楊大哥 楊大姐 當然也有可能楊大姐 楊弟弟 楊妹妹 很厲害 我看他站 好像很久時間耶 真的 很厲害耶 六集 五六集 一技絕成 對啊 但這一集的 我看五六七名滿巧的 對啊 可能 你堅持這個梗一定要講出來 我一定要講 就讓你講 因為我覺得 要去那邊買 大家這個透貨會立彩啦 好不好 雲林的朋友 想辦法那個發票開在那裡 有可能 兩千萬什麼什麼 如果有中的記得 要打賞我們施政教練 是 我幫你爭取真的 這才是真的福利嘛 大家兜內我 這才叫真正的福利啦 謝謝紀元 謝謝紀元 對 而且我覺得排名 可以站那麼前面很不容易耶 不容易 因為我們那麼多場啊 對啊 沒錯 沒那麼好猜啊 對啊 我就頂多就是那時候 全參數也沒那麼容易 那個外卡 這也有道理 又講了 我頂多就是那時候 外卡的時候四中三 是 對 四中三要紀元哥 是 現在大家都 都底中帶四啊 我來看看 果然沒有圓啊 那邊果然沒有圓啊 再來一次 好 那大家趕快掃描 QR Code 進入活動頁面 會有更詳細的活動說明 那就馬上進入 今天的預測單元 先公布一下 我們的預測組合是 10月12號 熱天桃園教授 童醫師 是中華職棒的季後挑戰賽 然後是10月12號 教室命隊到期 是大聯盟的 國聯分區系列賽的 GAME5 老師 這個都看得到 然後到期場 我們有轉播嘛 對 沒錯 不過我們先講中華職棒好了 那中華職棒這個沒有休息 然後今天晚上的對戰 剛剛才看到 就是統一跟這個熱天 那這樣比賽 先發投手也已經公布了 就是土洋對決 然後都是本季 對對方投得非常好的 那這個組合 我會猜統一 為什麼 因為基本上 熱天是挑戰者資格嘛 那五戰三勝 實際上統一一勝 真的 那你推古靈出來 不趕快拿一勝聽牌 這說不過去 然後我 有一個重點是 今天啊 我覺得秉總實在是太高招了 他今天出一招 因為邱志成要真打極旺 他說不給誰打 不給陳成輝打 你知道陳成輝 今年是他們打線裡面 常打發揮 教練是安打王吧 安打王 對 不管什麼王 認真在聽你講話 認真聽 好好 不糊弄啦 不糊弄啦 但重點就是 陳成輝今年是已經從腿哥 變成一個其實他攻擊很全面的 那一場比賽 明天就要打更重要的比賽 今天說是消化是何 但我就不讓你打 你站在打擊區那邊一直看球 那個會造成那種很奇怪的一個節奏 你知道嗎 我覺得會影響明天的比賽 所以中華職棒明天我是才統一啦 所以你是從這個點喔 我是從這個點嵌入的 原來好 那我先討了紀元哥 因為我跟施政哥一樣 我也實踩痛一這邊 主要當然還是 在先發投手部分 還是相信國瑜瑞陽今年賽季 這個1.66的防御率 是沒有問題的 那今年賽季他投的也是 尤其沒有任何好遠 也是有很大的壓制力這樣子 那明天那場比賽要先拿下 才會對他們有利 對 紀元哥你覺得 換我 今天 不知道大家 記不記得去年 其實就是同一個對戰組合 對 一樣的 所以這個 統一師算是一個救贖之旅 不過我覺得 恐怕 應該是樂天 還是贏面比較大 比較有機會 怎麼說 對 怎麼說 因為去年他也是 派威能帝先打第一戰 對 就第一戰就拿下盛頭了 所以 我這邊順便提醒小編 我有改答案 你本來是猜統一吧 對 對 我覺得是樂天 你想清楚 因為我怕有人要炒 威能帝自己都有說 威能帝自己都有說 要小心承結線跟林安可的 我跟你講 統一師今年真的也是辛苦了 雖然說派古林 大家會覺得說 防禦率王出來壓 然後他今年對樂天的防禦率 感覺也很漂亮 2.57 但大家要記得他是一字頭 所以結論是什麼 他其實對樂天 是他各隊裡面來講 最苦手的 而且他去年 就是在第三戰先發 結果那一場表現不盡理想 結果就這樣子眼看 樂天在台南球場拿下 台灣大賽的門票 所以是滿殘酷 這個是比較歷史系 對 考舊派的 那再加上威能帝 雖然其實他八月 不算太穩定 九月也普普 但他今年球季 對統一就是還滿有心得的 所以我從先發投手 這個角度來判斷 我覺得還是樂天應該會 稍戰上風 稍戰上風 好 那我們就看看下一場比賽 紀元哥有沒有辦法中 沒有 因為我看這個人 氣不是很好 不能跟著他走 本來我是想跟 結果 腫起來 你說腫起來了嘛 是吧 到底是什麼 這個氣不好 但拆這個的手氣會好 還是不錯 是 贏獲得福 我看有沒有氣節 對 那另外一場呢 另外一場 也是講到鹹花手手 另外一場是大家期待的 人家說明天 大概日本全國不出門 因為就看這場比賽 三本遊生對上這個 打比修 那這邊看到是 三本遊生的球路 那看起來很多五種 但其實他直球以外就兩種 區球跟直插球 然後他是今年 在季末的時候 商譽回來 那碰到學長 打比修其實他更多種 七彩變化球 然後在季後賽的表現 兩個人都出來過了 然後當然是打比修 投得比較好 而且我覺得在面對 美職季後賽 還有這種高張力比賽經驗 說真的 三本遊生也是第一次 那個打比修有的話 應該會比較 在這方面再有優勢 所以我覺得明天這場比賽 而且我本來在整個大系列 我就是拆教室 對 我明天如果拆道席的話 還有道義 還有道德 沒有錯 所以我一定是拆教室的 你現在是暗示 我不能現在再轉了 對 對 原來是這樣子 這點我是不會動的 這點我不會動 先讓志余講 可是我跟老師站不同面 就是我跟大家背道的是 前面你沒有參加那集對不對 那集好像是化軍嘛 就是預測整個系列賽 那個沒有沒有 對 所以我現在可以 對 發表我自己的看法是嗎 OK 好 所以這單元也不能參加太多 會綁手綁腳 對 那是你啊 這樣很可怕 好 我自己的話呢 是雖然啦 其實從各種大數據來看 其實教室的裡面 真的大很多 像是比如說功力指數好了 雖然教室7.77 其實差不多 那至於防禦率呢 教室是789 到期是5.40 就是4.89跟5.40 就是相較之下 雖然教室的防禦率啊什麼 都是比到期在優的 加上呢 到期在這個CSA前面四場比賽的 投手防禦率 是9.20 有一點點小爆炸 沒有錯 這還小爆炸 有一點爆炸 這還叫有一點嗎 非常爆炸 幾乎爆炸了 非常爆炸 沒有錯 但是就是我是那種 老師你還記得我跟你講 對的 我喜歡看 就是夢想成真 或者是什麼 就是突然之間 神之發揮那種 我就喜歡看那個 夢裡什麼都有 就去夢嗎 我就是喜歡看那種 好像是某種逆轉 或者是某種反轉的戲 好啦落水狗啦 就是這個意思 對對對 有點像這樣 被看好 然後證明身價 對像那時候皇家 就說我猜皇家 OK 果然就很順利的 陽機晉級啦 沒有啦 外卡的時候 外卡的時候 對 所以我這邊呢 是支持到期 還是相信 可能棒球之神明明之中 會希望讓各位棒球迷 多看一點大鼓相比 好啦 那就延續自於獎的部分 當然三本遊生 今年整個可以說是頂著 十年這麼三點二五億美元 的這個合約嘛 對 這個時候大家都說 他就是要來驗證自己的身價 到底值不值得這個身價 那其實過往 三本遊生也確實 原本他早期 他甚至連賈子猿 都沒有參加過的投手 對 那第四指名進入歐利市 在日本職棒的時候 他其實也都是一路 慢慢證明自己爬上來的 但這個大舞台 到底行不行呢 畢竟大聯盟今年也是算是 初登板 第一年 可能還是要交點學費 我的看法 那我會覺得 大家可能要注意一個部分 教師搭檔是看打筆修游 混血王子 混威風八面 這邊我要點出 其實除了這個日本對決 這場比賽 這個對戰組合裡面 還有一個 同樣有日本協同的 大家也不要忘了 那個人叫做東剛凱爾 今天我發現了一個有趣的部分 他其實今年季後賽 雖然打擊感覺沒有特別強烈的發揮 但其實他炸了三支全力打 目前季後賽來講 而且這三場只要他開紅 教師隊就是必勝 那而且再加上他是在打筆修那一場 卸賽第二戰 對 先發的時候那一場他也炸了一支 又能夠幫助打筆修有 威風八面七局只丟一分 然後又還能夠自己炸一支 所以大家不要忽略 還有這位日本協同的朋友 值得注意 充滿東一位的比賽 沒辦法 我畢竟要就是強烈的 讓自己相信教師隊一定會晉級 所以我要找很多理由 說服自己這樣子 沒有啦 當然提供一個小小的看點 大家可以增添一點明天 看比賽的樂趣 沒錯沒錯 好 那所以季元哥就是樂天教室 然後施政哥就是統一教室 然後我這邊就是統一到期 那我們口說無憑嘛 那我們要麻煩我們的 YouTube的小編 幫我們打贊我們的留言區 我們有評有据 下次就知道 我們現在沒有懲罰了 我們現在是誰可以拿獎勵 獎勵的就是跟啦啦隊拍照 就是財隊比較多 就可以跟啦啦隊拍照 那到底啦啦隊是誰 我相信很多人都一直好奇啊 下一次的啊 要有驚喜啊 要有期待啊這樣 我不能只有到時候來 什麼什麼大學啦啦隊這樣子 沒有那麼過分對不對 對啦 如果沒有來的話 跟小魚拍照也很好啊 我上次猜的今天 照理我就應該就是跟小魚拍照 老師你下一次在跟啦啦隊拍啦 沒有 我跟你拍照我就滿足了 然後只是還是想要跟啦啦隊 我上次就是在控制內 這樣這禮拜就可以跟你拍照 這樣有開心嗎 可以可以可以 有感覺到了 老師真好 老師超好的 沒錯 那請大家也在收看直播 大家一起來猜猜看 掃描店畫面 左下角的QR Code 有更加詳細的活動說明喔 沒有錯 跟著我們一起聊運財 看比賽幫助體育產業更光彩 每位支持者都是體育產業 重要的幕後推手 單元的尾聲還是要再次提醒大家 每個禮拜二還有禮拜五 我們會討論美國職棒中華職棒 跟著我們一起預測獲勝的隊伍 就有豐富好禮可以帶回家 好 今天也非常謝謝市政教練加入我們 謝謝你的獎評 謝謝 每周排名更新 請密切注意運彩協經會官方網站 或是聯絡公會員 臉書粉絲團 例子 提到 1950